今日,韩瑜在七夕节与肖战的地广合照,引起了广泛关注。 作为一位知名明星,他也不禁被肖战的地广所吸引,特地与其合影留念。 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韩瑜对肖战的喜爱,更折射出肖战在娱乐圈及公众中的巨大影响力。 实际上,不仅仅是明星,许多路人也纷纷跑来与肖战的地广合影,这种现象背后蕴藏着深刻的肖战效应。 地广,通常指的是地面广告,或是一些树立在公共场合的巨幅广告牌。 肖战的地广分布在许多城市的显眼位置,尤其是在商业繁华区,几乎无处不见。 这些地广不仅仅是对其代言品牌的推广,更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和公众打卡圣地。 无论是粉丝,还是普通路人,甚至明星,都不禁被其吸引,纷纷前来合影。 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因为地广的规模或设计,更源自于肖战个人的独特魅力和强大的粉丝基础。 韩瑜作为一位明星,在气息这样一个浪漫的节日,选择与肖战的地广合影,这背后无疑表达了他对肖战的欣赏与支持。 作为娱乐圈的一员,韩瑜的合影不仅展现了他个人的喜好,也折射出肖战在明星圈中的广泛影响力。 许多明星在公众场合,不轻易表达对他人的欣赏。 而韩瑜这一举动,充分说明了肖战不仅在粉丝中备受追捧,在业内同样具有极高的认可度。 除了明星外,普通路人也难以抗拒肖战地广的吸引力。 很多人即便不是肖战的忠实粉丝,也会特地跑到这些地广前打卡合影。 这种现象的背后,是肖战在公众中的高辨识度和良好形象的体现。 他的作品,他的代言,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,都使他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,让人们愿意在他的地广前留下自己的身影。 肖战效应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明星效应范畴,成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现象。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,肖战的名字都具有极高的传播度和影响力。 线上,他的每一条微博,每一个Vlog都会引发大量的讨论和分享。 线下,他的地广,广告牌,成为了无数人争相打卡的胜地。 这种效应不仅仅体现在粉丝群体中,也扩展到了更广泛的公众范围,甚至影响到其他明星。 这种效应的形成,并非一朝一夕之功,而是肖战多年来在演艺事业中不断积累,努力的结果。 同时,他在生活中的低调与谦逊,也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口碑,使得他不仅在演艺圈中备受推崇,在公众中也有着极高的好感度。 的话,我认为对疫情与其他父母带领地做的好感觉, 在剑户地团里面会。 这种因素交参加了小乐队。